《法律》 羅伯特·泰勒一直從事法律工作超過25年 他說 總統拜登正在繞過建立法規的正常程序 泰勒說 強制令沒有聽取專家的意見 也沒能夠科學評估 強制令是武斷的 在法庭上很可能缺乏足夠的立足點 他舉例說 因為在工作室的理論性的危險 會是同一家公司的99人 對一家公司的101人 但是有一個正常的剪斷 這就是一種原因 我認為這個法律是正常的正確 而因此不法法律 泰勒還表示 選擇不接種疫苗者 沒有傷害到第三方 每個人都有權選擇是否接種疫苗來保護自己 新唐人記者傑森·佩里 徐哲 林明迪綜合報導